鸽子蛋红宝石钻戒星光闪闪 还有顶级蓝宝设计款 组母绿项链 纯净透亮红绿席 以及外国观光客最爱的 台湾蓝宝红珊瑚等 橱窗内景品要价不费 这些珍惜水晶珠宝 店家小心翼翼 因为动辄几十万上百万 通常也有相对应证明 让顾客买得安心 世大贵重宝石 我们都有国际证书 那钻石我们是看GIA 这是近几年直播卖货崛起 到了万千网络世界 一切变掉 姐姐们 499新台币 一般主选丽景星 三组伯伯抗癌抗肿瘤的 包括一些风诗 打破天花乱坠的小手画术 定竟打横发 但在这些荧光幕背后 看得见摸不着的宝贝们 真正到手时 恐怕难以进入人意 不是很懂得救回宝贝 就只能当垃圾 她是宝石鉴定所的学员小芝 过去曾经沉迷于 网路五光十色的珠宝幻象中 直到大梦初醒才发现 损失金额已经高达五六十万 这是废椎 然后我们书生 这个颜色就是要春代彩 春代彩曾往拍花了近六千元购得 但想不到野兽片上当 花钱买胶去拿 就是染色 然后又加灌胶 看那个染色的痕迹好了 这天我们将从直播上购得的 水晶珠宝 还有各式琥珀天珠 被到宝石鉴定所 结果令人出乎意料 刚刚明说是水晶嘛 结果很可惜它是玻璃 这三个的话 初步看的话应该是合成的 上百样精品将近半数都有问题 不仅漂亮的红椒花水晶 是灌椒染色而成 而透镜的白水晶只是玻璃仿制 填竹玛瑙上的线条都是画的 就连一颗好几千元的海水珍珠 也是经由染色 尤其像黑珍珠这个部分就可能经过 硝酸银的染色 我们也看到它有银 这个量也蛮高的 更可恶的是红蓝绿宝石 竟然是人工合成 鞭铁 陨石 是玻璃和炉渣 而近期流行的琥珀蜜蜡 则是塑胶伪造 即便你用唐波紫外光的这种手电筒 去照射它 然后取得一个蓝白色的荧光反应 也不能代表这个东西 今天就是真的琥珀 塑胶它一样会有类似的 这种荧光反应存在 那如果有一点包裹体的人 反而会取信于人 让你以为它是 有包裹体的水晶 很像是天然的 纯天然原况少之又少 仿造技术一再精进 时常就连专家也难以肉眼辨别 更多的是染色灌焦或者高温 加热烤色等处理 破坏原有结构改变神态 甚至还有人造玻璃塑胶等廉价品来假冒 你根本无从察觉还信以为真 尤其疫情之后直播是回不去的 就大家网络上越来越习惯了 专家提醒即使购物习惯改变 最好还是寻找能信任的商家 或者开立有效证书才能保证 否则在不熟悉产品的情况下 赏减便宜反而成为不效业者的 代载肥扬 调查中心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